6月5日,香港影像两代触觉展览在香港举行,展出了邱良和李嘉生,两代香港摄影大师近80幅以香港为体的即时作品,以迥异风格表现两代人的不同视角,呈现新旧香港,现场展示了香港已故摄影大师邱良亲手冲印及签名作品。 邱良拍的全部是黑白相片,其中最经典的作品《湾仔告示打到历人情》也在场展出。 据李嘉生介绍,邱良的摄影历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,他当时是邵氏制片厂专职摄影师。 他的作品以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为题,尤其爱拍孩童和街上行人,以简洁的构图记录生活真情,道出老香港故事,成为最佳的历史见证。 比如有相片反映了上世纪香港经万名工人,早成去厂商会上班时的盛况,香港曾经是一个工业城市,后期因产业升级,工业企业均迁往外地。 还有相片反映了当年社会上平民百姓家的孩童,在街头雨中嬉戏的场景。 而湾仔告示打到历人情,描绘的是上班族女性穿旗袍的背影。 是湾仔当时香港五六十年代的一个街的状况,不过这个相片是在背后的一个影响, 背后去拍的旗袍,因为近年香港人对于旗袍,对于初传统是很有感觉, 所以其实某程度是去回那个令人怀念过往那个美学。 他那个年代主要是几十去街拍,猎影拍,和后来的几十摄影有少许不同, 后来的人同类是几十摄影师,他会比较主观去表现个人的观点, 而幽良那代是去捕捉社会。 现场展示了约30幅李嘉生近年来,以香港城市为题的黑白和彩色作品, 李嘉生表示,自己的风格是不将单一影像作为作品, 而以拼接组合整体作为作品,所以作品图案基本都是两幅同主题相片拼在一起, 比如将两个颜色各异的行人天桥拼接,将街上道路标识物和街边围栏拼接。 他最得意的作品是《复向空间》,右图是香港老师摄影店, 左图是新的建筑楼盘,以旧与新的反差,反映香港的社会发展。 我觉得我摄影是很受文字影响,因为我以前是做文字工作的, 所以我摄影来说,一向都受,由七几年至今一直都是受文字影响, 所以我是摄影做很多collage,比较上不是单一观点, 而是多个透视。 之前你看到长寿黑白的照片,都是很多不同的layer的collage。 展览还首次公开了秋梁生前的相关摄影物品, 当中包括老师哈苏相机、奥林巴斯相机及麻米亚相机。 他们曾陪伴秋梁走过30年的摄影生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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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